過年大家都在放鬆放假 可是法律不打烊喔 到底過年有什麼要注意的法律問題 讓林律師來告訴你 歡迎收看史在哈囉 我是林振局律師 過年期間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跟許久不見的親戚朋友 一起圍爐吃飯 那另外呢也是會很期待 跟親戚朋友呢 聚在一起打打麻將 小賭移情一番 這個看似非常自然合情合理不過的 這個打麻將的行為呢 到底有沒有違法的疑慮 首先呢 我國的這個賭博罪啊 主要呢是在處罰在公共場合賭博的行為 以及公眾得出入的這個場所啊 有賭博財務 那公共場所呢指的就是啊 無特定的多數人等於共見共聞的一個地方 舉例來說像是公園 公眾得出入的這個場所呢 也就是像餐廳啦咖啡廳等等這些地方 如果在這些地方進行這個賭博財務的行為啊 就會觸犯我國的賭博罪 那像之前呢新聞有報導過警察啊跑到泡沫紅茶店呢 去這個查了這個學生在場在玩撲克牌的賭博行為 於是就把學生抓走了 那抓走之後呢移送罰辦 結果啊被檢察官打槍 因為檢察官說呢 這個學生在公共場合呢賭博撲克牌的行為啊 他的條件呢其實是用 輸了的人要請大家吃飯 這個不構成啊賭資 所以呢就認定這不符合賭博行為 也就是說呢賭博的條件 如果是以工人暫時娛樂 就不算是我國賭博罪 所要處罰的賭博財物哦 綜合以上這些來說 我們在家裡因為不屬於公共場所 所以進行這個賭博的行為呢 是不會觸犯我國的賭博罪的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要注意哦 如果你是提供自己家裡的場所 給別人進行賭博的行為 然後呢你藉此牟利 甚至呢像這個朋友啊 抽取佣金這樣的行為 可是會觸犯我國意圖盈利 而供給賭博場所罪哦 罪重可以處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另外也要注意 依照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 在家裡面打麻將 在非公開的場所 甚至不是公眾得以自由出入 這樣職業賭博場所啊 如果在這邊賭博財物的話 一樣呢會構成就是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那最高就是可以處 9000元以下的罰款 如果太招搖太大聲 導致這個鄰居受不了 跑去檢舉的話 還是有可能因為觸犯 社會秩序維護法 而被罰款9000塊哦 那以上呢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大人啊在過年期間 很喜歡的休閒娛樂活動 那小孩呢小孩在過年期間的 休閒娛樂莫過於 放鞭炮的行為了 那依照這個我國的 炮竹煙火管理條例來講的話 首先我們要非常注意 我們放煙火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被管制 不得放煙火的 舉例來說呢 像是這個加油站 還有石油工廠 火藥庫 以及製造跟儲存 炮竹煙火的地方 這些都是不可以施放煙火的 那另外呢也有授權 給各個縣市政府去制定啊 像是台北市就有規定 在高速公路啦 還有大眾捷運系統 以及高價等等 路權範圍內 還有這個古蹟 這些地方都是不可以 施放煙火的 那另外新北市就有規定 是在學校啊圖書館 還有醫院啊養護中心 以及這個漁港啊碼頭 這些等等地方 也是不可以施放煙火 那如果違反的話呢 存儲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的罰款 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如果我們在 施放煙火的時候啊 不小心燒到了別人的東西 可是會觸犯刑法公共危險罪 當中的失火罪 那至於這個刑責的高低啊 則會看你燒毀的物品 是哪一類型來定喔 如果你燒毀啊 是別人家的這個房子 有人在住在裡面的狀況 還有大眾運輸的這些 交通工具的話 這最終會處 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喔 那如果說啊 你說這個房子是廢墟 沒有人在住 那最終也可能會處 6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另外如果你不小心 施放煙火 導致別人的機車被燒毀的話 那也有可能被判處 拘役或者是罰金 那五國的法律有規定 未滿12歲的這個兒童啊 小孩 他在施放煙火的時候啊 一定要有家長 就是父母啊 監護人 還有實際在照顧這個孩童的人 要在旁喔 一起陪同 不然的話喔 也是會被科處罰還的 那另外有一些 爆竹煙火是禁止 就是未滿12歲的小朋友呢 去施放的 比如說就是會升到 溝空當中的那一類的煙火 那還有就是會飛行的那種煙火 像是沖天炮啊 還有那種敵聲炮 那另外甩炮這一類的 也是未滿12歲的這個小朋友 是禁止施放的 那如果說 把這些炮竹啊 賣給未滿12歲的兒童 可是會處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的罰款 要特別注意喔 過年啊 就是要高高興興的 我們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些法律 才不會破壞這個年節的氣氛 甚至讓自己好不容易拿到的 壓歲錢都繳了罰款喔 在這邊呢 林律師祝大家 新年呢 都事事順利 兔年行大運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是在哈囉 每週二、四、下午五點 Light Day準時上線